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超神奇牙膏 镜头对着电视 在讲什么呢 这里是头条新闻 我是这次的主播猪排饭 超神奇牙膏正在街头巷尾热销中 镜头回到浴室 唉,我很讨厌刷牙 因为好麻烦哦 而且牙膏辣辣的 舌头都会刺刺的 哎哟,要是有很好吃的牙膏 那该有多好啊 有一天我和妈妈去大卖场买东西 哇,是苹果口味的牙膏耶 我最喜欢苹果了 妈妈,我可以买这条苹果口味的牙膏吗 可以啊 就在妈妈买苹果牙膏给我的那天晚上 晚餐 吃完超好吃的咖喱饭之后 鸡啊鸡,鸡啊鸡 我在牙膏上挤满了苹果口味的牙膏 东刷刷,西刷刷 左刷刷,右刷刷 上刷刷,下刷刷 前刷刷,后刷刷 没想到 哎呀,我变成苹果头了 可是 咕噜咕噜呸沛 刷完牙 哎呀呀 我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隔天 我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去大卖厂买东西 哇,是香蕉口味的牙膏 妹妹最喜欢香蕉了 就在妹妹拜托妈妈买香蕉口味牙膏的那天晚上 晚餐 吃完超好吃的意大利面之后 鸡啊鸡,鸡啊鸡 我和妹妹在牙刷上挤满了香蕉口味的牙膏 东刷刷,西刷刷 左刷刷,右刷刷 上刷刷,下刷刷 前刷刷,后刷刷 没想到 哎呀,我们变成香蕉头了 可是 咕噜咕噜配 刷完牙 哎呀呀,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隔天 我和爸爸,妈妈,以及妹妹 一起去大卖厂买东西 哇,是蛋糕口味的牙膏耶 我和爸爸,妈妈和妹妹都最喜欢蛋糕了 我们买了蛋糕口味牙膏的那天晚上 晚餐是辣豆和豆腐味噌汤 吃完饭后 我和爸爸,妈妈,妹妹在牙刷上挤满了我们最喜欢的蛋糕口味牙膏 东刷刷,西刷刷,左刷刷,右刷刷,上刷刷,下刷刷,前刷刷,后刷刷 没想到 哎呀,我们变成了草莓蛋糕头 起式蛋糕头 巧克力蛋糕头 还有蒙布朗粒子蛋糕头啦 可是,这一次刷完牙,竟然没有变回来 隔天,爸爸就顶着巧克力蛋糕头去上班 妈妈和妹妹呢,就顶着起式蛋糕头和蒙布朗粒子蛋糕头说 出门小心,快点去吧 我也只好顶着草莓蛋糕头去幼儿园了 正当我无精打采地走在路上 早安 没想到,邻居的大姐姐竟然变成了铭鱼寿司头 啤酒口味的牙膏真是太棒啦 嘿嘿嘿 住在我家后面的阿伯变成啤酒瓶头了 当我到了幼儿园 哇,小龙变成橘子头 卉卉变成双麒麟头 小拓变成鲦鱼烧头 小镇变成凤梨头 晶晶变成小泡芙头 老师变成布丁头了 大家都用了超神奇牙膏啦 可是当鞦韆的时候 顶着草莓蛋糕头 很难做上鞦韆 卉卉头上的双麒麟 也差一点就要掉下来 而且爬格子栏杆 也变得很困难 小拓头上的鱼尾巴 一个不小心就卡在格子里 下不来 晚上看新闻的时候 顶着猪排饭头的主播报导 为你插播一则新闻 使用超神奇牙膏后 全世界的人的头都变成了 苹果、香蕉、蛋糕、布丁、咖喱、啤酒 以及橘子 不得了的事情正在发生 这时候 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笑声 嘿嘿嘿 超神奇 变身 嘿嘿嘿 我就是鼎鼎大名的 超神奇怪侠 超神奇 大家都用了超神奇牙膏 真是太感谢了 可是 已经全部都销售一空了 今天请 请用回一般的牙膏啊 嘿嘿嘿 然后 就可以 隔天 大家都换回一般牙膏之后 爸爸 妈妈 妹妹 邻居的大姐姐 还有阿伯 都变回来了 幼儿园的小朋友 和老师也是 全世界的人们 都变回来了 于是 从此之后 我就用一般牙膏刷牙啦 虽然 舌头会有点刺刺 辣辣的 但我没再怕的 因为 我已经受够了 超神奇牙膏啦 嘿嘿嘿 故事 有趣吗 同学们 老师问问你哦 你有早晚刷牙吗 你知道怎么刷牙吗 记得哦 要左刷刷 右刷刷 前刷刷 后刷刷 上刷刷 下刷刷哦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